你知道两只扰乱怪兽也可以融合吗 融合召唤出扰乱骑士 看得万丈目这个懵 而时代也不愧是融合小王子 不光万物可融还能编效果 即光射向万丈目的场上 没错 就是召唤衍生物卡格子 并且时代还要发动魔法卡顿机 效果让一只怪兽的攻守互换 也就是说扰乱骑士要站起来了 攻击达到2500 这下攻击就超过了白骑士团领主 攻击搞起 好吧 杂鱼依旧拉胯 时代懵啊 这杂鱼领主居然还不能被战斗破坏 这下扰乱骑士没了作用 时代只能向扰乱怪兽道歉了 发动神秘的中华锅 将场上全部的扰乱怪兽一拨混 其效果就是献祭吊场上的一只怪兽 加其攻防数值加到生命值上 万丈目冷笑响起 这下索血罢覆就失效了吧 时代表示天真 魔法卡扰乱曼陀罗 通过支付1000点生命值 复活目的中的扰乱三兄弟 好家伙 这是要反复折磨的节奏啊 万丈目人不了了 装备魔法地狱披肩 效果可以献祭场上怪兽增加怪兽攻击次数 来吧 魔法卡迷途羔羊 召唤两只抛灰羊羔 啊不对是祭品羊羔 领主大锤抡起 扰乱阿黑再次被搞掉 并且领主还有效果 破坏怪兽要扣除300生命值 接着还没完 让领主没开二度 搞掉扰乱阿绿 时代生命值降到1000 这下阿黄吓尿了 领主还没有进行普通攻击 没开三度了 时代生命值降到700 但感觉还是不够彻底 发动永续陷阱超越极限 手动锁写到200 复活伤残的阿黄 万丈目负气了 能不能好好打长牌吗 可惜本场牌局的目的就是要唤醒你了 于是经过阿黄一阵身位俱下的嘴炮 终于触发了万丈目的回忆杀 这下邪星终于开窍了 成功摆脱了齋王的控制 不过因为没有被控制时的记忆 这一身板是怎么回事 还有这2000弓就是王牌的卡组 我靠 你他喵场上怎么有老子的怪兽 好家伙 这灵工杂鱼老子需要吗 有道理啊 于是白色制服一水 瞬间连内衬也给换了 并且刚恢复就有排局打 这让万丈目很高兴 魔法卡目的交换 通过支付1000生命值 破坏掉全场怪兽 然后再将双方目的交换 也就是说扰乱怪兽要回到万丈目的手上 并且还没完 魔法卡地狱的交易 可以从目的拿回一张魔法卡 代价是复活对方场上的一只怪兽 接着发动刚拿回的曼陀罗 复活目的中的扰乱三兄弟 然后搔手一指 他还要发动魔法卡 被埋葬的命运 从目的拿回三角飓风 上马 去世三兄弟 扰乱旋风炸掉白骑士领主 三兄弟直呼自己666 万丈目微微一笑 生命值瞬间归零 因为那个领主被对方破坏掉时 会扣除对方1000点生命值 这下呆如时代也明白万丈目的心意 万丈目并不是想获得胜利 他只是想打倒翠王的怪兽而已 不过下一秒他就惊呆了